公路总值近日马不停蹄下乡进行花冬快速公路可行性评估地方说明会 而下午针对光复到瑞穗路段与地方说明 地方就交流到隧道或是桥梁位置提出诸多建议 尤其更期盼能够尽速动工提升花冬交通的便捷安全 花冬快重启近日也马不停蹄下乡进行花冬快速公路可行性评估说明会的公路总局施工处 今天下午与规划公司团队来到光复山公所 针对了花冬快光复到瑞穗路段的路线规划与配置进行说明 规划我们的花冬快的方案是沿着台九去做定线来通过大农大幅休闲农场 避免因为我们的花冬快的建制去对这个农场造成额外的切割 跨越到对岸沿着对岸的这个农田谷地去做通过 然后再跨越到玉里震来回避掉5号台地的这个高差 以及一些断层产生一些问题以及供材量的提升 起点从花林重德到终点台东市区 总长174公里的花冬快 比前期评估范围多0.7公里 计划设置17个交流道并在中段玉里设置服务处 参与这场说明会的乡代表以及村长们不表任何意见 但与乡镇首长以及地方明代对计划提成高度关注 因为我们花年的交通真的都西部很久很久了 我们在等事物人西部又变成什么样子 对不对 我想很快就尽量快 因为交通是最重要 地方发展最重要的动脉一样 希望你在你这个位置 能够赶快把这条道路在你的任内能够来完成 让我们地方真的能够串延起来 目前正处于其中规划的花冬快 若推动顺利的话 动工兴建到完工通车至少要花上10年以上的时间 特别道场关切的立委不崑奇 就其交通工程出身的角度 要求也认为公路总局可以有所突破 基本上这一条大家都看到都没有隧道 都属于高架式的 所以施工启程的是很简单的 这都是最基本的工程 在工程界这是最低阶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工程 所以它是属于开架式的直接新建的 所以它不是说从绣林箱一段一段一段 一直盖到台东 它是头部发包 一次发所有的标 可能十标可能八标 头部开始动工 但是他们报的时间都是报最保守的 跨动快步前为计划可行性评估 其中包括阶段 可不可行方向尚未明确 主持说明会的副处长杨伯承说 所以需要以多面向收集各方意见 据进行后续评估 在已办完新城凤林以及光复的说明会后 公路局最后两场次也将分别在8月11号玉里镇 以及8月14号在花莲市来办理 也欢迎大家到场参加以实际行动 关注重大公民议题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